8月17日,由南加州华人华侨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在洛杉矶隆重举行 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飞,中国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大使刘健,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以及南加州各侨团领袖、社团代表和二战老兵等出席了座谈会 国侨办副主任何亚飞高度赞扬了海外华人华侨,在抗战期间为主纪国付出的贡献和巨大牺牲 我们海外的侨胞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祖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对抗战的胜利所做的贡献祖国人民永远记得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要缅怀过去为日常战争的胜利而做出牺牲的一些英雄们 也是为了不忘记历史,牢记历史的教训 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表示 今天的座谈会充分表明了海外侨胞对祖国一片赤诚之心 是中华民族中一个伟大的群体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南加州的侨胞们爱国的热情十分高涨 从今年春天以来就举行了一连串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 我想作为民革 我们很希望和我们南加州的侨社、侨胞们进一步加强联系 共同地搞好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 共同实现我们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同时也为进一步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刘建大使、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以及侨团领袖、抗日名将的后代、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言 海外侨胜在抗战中的表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颜黄子孙的光荣 中美两国共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对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珍爱和平、促进中美间的友好 有着积极的意义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